请问老法师,我梦见两次现在活着的亲人 去世了,这两个活着的亲人去世了 这样是不是对活着的亲人不好 请开始,这个不要放在心上 有两次梦到同样一桩事情,这个并不多 那么你对于你的亲人应当帮助他念佛 帮助他认识佛教,认识净土 这个世界,许多人都知道,是一个动乱不安的世界 生死这个问题要看得淡 不要看得很重 不能怕死 所以对这个生死决定没有畏惧之心 要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佛家称为生死大死 这个世间非常苦短 我们如何修来生 积极地去修来生 同时也就改变了这些生 在辽凡私讯里面 辽凡先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他改造的很成功 有心人应当要发心来效仿 有心人应当要发心来生 有心人应当要发心来生